商战把上百年的老祖宗都惊动了 还记得万子千红这个小铁盒吗 在当年洋货盛行的1911年 爱国烈士刘凯平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盒润夫枝 至今已有113年历史 在内队被白色恐怖笼罩的黑暗时期 刘凯平一边发展民族工业 一边积极投身抗日活动 最后英勇就义 年仅42岁 他的弟弟代替哥哥 将坚守纯手工制作的万子千红传承了下来 最近在这场79元引发的商战争霸赛 肖战一个举动直接把咱太奶给炸出来 我来给你送擦水油 我上回瞧你手都冻那口子了 抹点这个 好的快些 网友瞬间不淡定了 咱们的太奶万子千红竟然还活着 为了紧跟潮流还开通了官方账号 却被告知无法上链接 原因竟然是咱一百多岁的太奶 只有一百年前的纸质证件 这个证件需要很多东西去验证 所以审核比较慢 这期间太奶也没闲着 一大把年纪还在各个视频下方评论 大家还喜欢什么位啊 这是准备云投票吗 太奶我要茉莉花 我要桂花味 还有活颜望提出要榴莲臭豆腐味的 有太奶疼的孩子就是幸福 听到大家觉得夏天我会比较油 太奶直接把60多年的老配方 给我们改成了清爽版 除了经典的玉兰香还有枝子香 用着不沾不腻 不仅可以做手磨 脚磨 还可以护理皮衣皮具 轻松拯救指尖原道刺 一盒多用 皮肤干燥上妆容易卡粉的 还可以当妆前乳薄薄涂一层 点开链接第一眼 只快钱一盒不贵 仔细一看9.993盒 便宜又大碗 每一盒都满得快要溢出来了 在其他商家还在缺金少两盒涨价的时候 只有我太奶疼我 不懂营销的太奶 只懂得用真心换真心 历经百年风霜靠口碑走到今天 如果还有人质疑好不好用 就看看工厂师傅们的手 他们一双双嫩手就是最好的代言